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子 他的原文是 表现出道家的人生态度 当然我们凡谈到道家都应该跟儒家相提并论 因为他们根本是一体的两面 那么儒家的人生态度跟道家的人生态度有什么不一样呢 如果也用三个字来或者三个句子来表示 那道家是词 简 根 不敢为天下先 那儒家是什么呢 不妨说儒家就是仁 义和礼 也可以说孔子说我有三宝 一月仁 二月义 三月与人要有礼 那这个跟老子这三句话在文法上面呢 都差不多可以类似 那么请问这两种人生态度有什么不一样 它为什么是一体的两面 原来儒家是站在一个健康的人生 应该以健康的自我为基础 向外再踏一步 由己力而进一步力人 由己达进一步去达人 由修己进一步去安人 也就是所谓推己而及人 所谓中数的数 有了忠了 忠于自己了 进一步还要推广于他人 就是推己而及于他人 就是数 那这是一个健康的生命 但是呢 道家 它是如果一个人的生命出了问题了 受伤了 生病了 不健康了 那么这个时候所有的外王事业 其实通通都会走样 变质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应该 回过头来 那首先 面对自己 应该 反普归真 先回归于自己的 生命去疗伤 去疗伤止痛 自我救赎 等恢复健康 再去走儒家 那个向外推阔的路吧 那么其次 那这个道家难道对众生 就毫无关顾跟帮助吗 也不是 但是这个时候呢 他的关怀的 跟儒家关怀的 也因此不一样 儒家 关怀的是 别的人 当他也是在健康的情况之中 那么 就应该呢 勉励他们 也要挤力以后去利人 挤打以后要去打人 可是道家关怀的 不是健康的众生 而是呢 受苦受难的众生 生病受伤的众生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那道家 也就是以一种悲悯的心 想要帮助他们恢复健康 所以这个时候呢 道家对于人间的那种苦痛 人间的邪恶 他其实不是抱着一个批判的 或者勉励他的一个心情 其实带着一种呢 同情的 悲悯的心 那其实后来的佛家 也是存了同样的一个心态 也就是他们看到的世界 是一个动乱的世界 看到世界的人 都是受伤生病的众生 所以呢 可以说 去同情了 去同情了大家 但同样的 我们也不要因为一个人受伤生病了 我们对他充满了同情 就忘记去明辨他所作所为的是非 也就是说是非归是非 你做错了不能把你说成是对的 但是我依然不因为你做了错事 我就不同情你 同样的我们非常同情你 但是也不必同情到 硬把你所做的坏的事情说成是好的 那么这个举个例子来讲 诸葛亮灰泪斩马术 就是这两种态度同时表现 一方面马术因为错失容积 造成很大的这个危害 所以按照军令 必须要斩首 但是诸葛亮是灰了眼泪去斩马术的 即使把他判了死刑了 依然是有了满满的同情 那么这就是说明这两种态度 道家的跟儒家的其实并不矛盾 只是他们分别在不同的城市 去表现而已 那么在这里我们就来看看 老子所说的这个三宝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含义 他首先说一月持 持是这个三宝里头的一个核心 这个持简单说就是持爱 但是这个持爱跟儒家的人爱 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们可以说仁爱比较像是父亲的爱 就是它带着有一种道德理想的提示的一种爱 也可以说爱之以得 那么爱里边要带着要去唤醒了孩子 我所爱的儿女 他内在的良心中的理想性 要勉励他 要勉励他去挤立地的人 挤他达人 博爱众生 那么这种爱叫道德之爱 但是持呢 比较像是妈妈的爱 妈妈爱就纯粹是同情 这个爸爸常常是要论功行赏的 比如说礼拜天这个大扫厨 有三个儿子 结果呢 爸爸就用说论功行赏来勉励他们努力 去打扫 最后呢 打扫完毕了 这个爸爸要看看三个儿子 这个表现如何 给他们不同的奖励 当小儿子比较不大 他有这样的一个意识 一面做一面玩 最后呢 这个得到赏识最少 小孩子有点委屈了 这个时候妈妈就会说 来来来 没关系 所有的爸爸给赏识 妈妈都给你 原来妈妈的爱 是不分了这个高低的 手心是肉 手背是肉 你考第一名我爱你 你考最后一名我还是爱你 那么妈妈的爱 保障了那个表现不佳的 这个小儿子 也能够得到充分的一种宽慰 那么这就是 道家式的母亲式的爱 他用慈来表示 于是由慈这个核心呢 衍生出 简 根 不敢为天下先 那么可以说 慈是一个根本的一个心态与动机 然后呢 秉持这个心态与动机呢 去救度众生 原来勉励众生去行道 和帮助众生去疗伤 是两种不同的爱 也是两种不同的行为表现 那么这个当众生都在受伤生病了状态中 那你要怎么去帮助他 恢复他的元气 恢复他的健康呢 这个时候呢 要用简跟不敢为天下先 来表示 那么他下面说 持固能勇 简固能广 不敢为天下先 固能成气掌 从这边就点出呢 这个不敢为天下先的功能 是关切到 这个客观人在这个社会的角色扮演的 角色扮演有人当这个领袖人 当这个继承的人员 这个所谓的权力的需求 社会的地位的安排的问题 那么至于简固能广 这个广呢 这个比较呢 相对于权力 它应该比较偏重于资源 比如说吃的 穿的 用的 要不予匮乏 那么一个儒家 面对了这个正常的社会 那就是人人呢 这个风衣足食 那生活 不会这个匮乏 然后进一步呢 就能够呢 在社会的这个角色扮演中 有恰当的安排 以便人尽其才 一方面是借此养活他自己 进一方进一步 更是以他的这个才能去为社会呢 服务 所以呢 当资源丰沛 那人人各得其所 都在他恰当的位置上面呢 能够有所奉献的时候 这就是安和乐利的大同社会 但是当一个社会动乱 那么这个人就受到各种伤害 比如说物质资源不足了 那人就会挨饿了 但是由色入减难 过去风衣足食挂了以后呢 现在就不容易过得去 所以人需要有另外一种提醒 跟锻炼 重新过呢 简朴的日子 同样的 人在一个位置上面 不但不能够奉献 而且呢 还这个 更加的这个劳累 因为各种的职务的沉重负担 所以呢 最后连他的那种道德理想啊 都没有办法维系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道家要去 这个帮助众生 疗愈他的创伤 当然首先需要有一种 慈爱的胸怀 所以它叫慈故能勇 勇就是无所谓 因为面对这个动乱的社会 这个生病的众生 这个是一种很艰难的事业啊 所以这个勇是用来呢 勉励自己的 简呢 是用来生教去教那个 因为物资匮乏以后呢 这个生存发生困难的人 那么这个简就是让我们呢 回到非常简单的物资 就能够生存的那个时代 所以呢 简它才能够寡 让生存的空间加大 最后呢 这个不敢违心一下先 就是教导人要不争 不争了 没有那么多欲望 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挫折了 所以呢 有这个慈的 这样的一个根本的 这样的一个心态 那么用来去作战都会剩的 用来守身 当然更加是能够很稳固 所以它最后结论是说 天要来拯救苦难的人间 用什么来救呢 是用慈爱来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